随后爷爷拿着锄头和铲子带着我掀上了后山,爷爷用的是他自己的坟地,到了坟地后爷爷就开始在坟地的四个方位插了三炷香,新坟齐土,孝子挖三炷,小江跪在坟地中间向后挖三炷,我直接跪在了地上拿着锄头就挖了三炷,紧接着爷爷就从他的袋子里拿出了一个碗,碗里装满了白米饭,只见爷爷把碗放到了我挖的圆坑里,一会儿看看香, 一会儿又看看这坑里的碗,我看得好奇,一直没有说话,但不一会儿我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,就是那四个方位的三炷香,竟然出现了同样的情况,就是边上的两只香烧得特别快,中间那只香却烧得很慢,而且我挖开的地方,里面更是爬出了密密麻麻的白衣,但好像全都受了惊吓一样四处逃窜,看到这一幕的时候,我看得爷爷的脸色变得很苍白, 哎,眉头也皱了起来,自言自语,鬼烧香,计量短一长,倒头饭,计宠已不识,娃尔他娘,你这是要让我们将家断后啊,哎,自作孽不可活,顾不上这么多了,随后爷爷便抄起锄头,使劲挖土,一直到了下午才挖出来一个大坟坑,随后点燃一道符纸直接扔了进去,等弄完这一切爷爷便给大伯打电话, 让可刚挂断没多久,那边又打了回来,只听大伯惊恐的说道,江文书,这棺材财不起来啊,都已经八个壮汉了,棺材还是财不起来啊,是不是老二这媳妇他不想走啊?